在這次車展中 觀洋除了帶來眾多的絕驢車款之外 最受大家瞭目的就是這台AK550 這台車從原本的概念車 現在已經慢慢的進入了量產實車的階段 未來預計在今年德國車展會做一個發表 除此之外聽說觀洋還有帶來他們的VR的虛擬騎乘攤位 打從我後面的螢幕就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虛擬的騎乘體驗 你可以透過這個虛擬的裝置 就可以感受到賽車手在賽道裡面騎乘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家如果來到車展的話 一定要記得來觀洋的攤位來體驗一下這個最新的科技 那我們來到Kawasaki的攤位 那除了Kawasaki今天有展出他們最新的ZX-10R之外 還有Z800 那現場有Skomi特別版 那當然大家最想看到應該還是這台 H2R H2R它搭配了有全碳纖維車架 而且它有300匹馬力的輸出 那這台車上個月在土耳其 才突破了400公里的速度極限 所以來到這邊不要錯過這台H2R 那在站長後面看到的這一台是B&W才昨天才發表的C650 Sport 那這台車其實是從原本的C650 Sport升級而來 那今年的新車款大家看到外觀上它有搭配非常鮮豔的顏色 那在動力方面還加載了一個雲機系統 所以這台車變成說它的整個動力配備都升級了 但價格卻降價了 B&W除了展示我們剛剛所介紹的C650 Sport之外 它還展示了B&W S系列的四缸運動車款 還有R系列的雙缸對臥車款 那在展場中我們還看到這一台 它不太不同 它是GTL 它搭載了六七缸的引擎 是一個豪華巡迷的車種 Suzuki在這次有展出它們的最新的性能街車GSX-S1000 那除此之外呢還有能翻山越頂的TL車系 另外如果你喜歡旅遊的話 那一定不能錯過Burkman 650 還有我Suzuki的Showgirl 吐吐喔 KTM 這次它們帶來了整個幾乎是全車系 包含它們的RC仿賽車 還有它們的Adventure車款 最重要當然是它們的Duke車系 尤其是這一台1290 Duke GT 是它們排氣場目前最大最新的車款 在傳案中以雙缸車系最受大家注目 那這台車是去年所發表的 Soxon R 它是以一個Cafe Racer這樣的一個特色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搭配了有金色的倒叉 還有Brembo卡件 這在性能上其實也非常強悍 同家層帶來它們產品線裡面 最重要也是最特別的3D350三輪車 那如果說你來到現場想要試騎的話 在四城區也有這台車可以讓你來嘗試一下 三輪車騎車的感受 那我們來到Ducati的攤位 除了前幾天所發表的紅色959 還有黑色的X Diablo之外 我們也發現到現場有一個黃色的區域 這就是我們Ducati的Scrambler車系 我們請斯樂斌來幫我們做一下介紹 嗨 我是斯樂斌 Scrambler車款其實它有一個很同俱的概念 就是說它就是讓你隨便騎 然後像我們上次就是騎上去北 我們還騎去海邊 還騎去海邊 對 比較特別的是 那是我直接騎喔 它就是可以讓你在海灘上面 像飆砂的感覺一樣 對 因為它真的很好的操控 所以我們其實那時候在沙灘的時候 就可以到處的行駛 然後非常的方便 到哪裡都可以很輕鬆騎上山下海 都不是問題 好 所以姐妹 走吧 走吧 Auntie ornament ペヤ 來 是 嘅 我 Pl 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